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听到你的agent告诉你说 明年保险要起价了 要买 快一点买 今年买 其实不要给你的agent骗去 保险不是明年起价 是每一天 每一个月 每一年都在起价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是因为我们的年龄会增长 所以风险会提高 自然而然的我们的cost of insurance 我们的保险的成本都会提高 当我们的entry age 也就是你买保险的税数越大 你的保费就是越高 所以说买保险一定要趁年轻 要趁健康 要趁早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 说我现在没有事情 我迟一点才买 等我有钱才买 等我有够的钱才买 等我剩下钱才买 其实买保险就好像修理破洞的屋顶一样 你等越久 它就越贵 就算你以后有钱你都可能买不到 因为有一样东西是跟时间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你的健康状况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可以帮到你 还有其他人的话呢 就请你按一个like 顺便share一下在你的facebook 如果你是在youtube看着我的video的话呢 就请你按一下subscribe 顺便按一下这个小铃铛 so that我upload新的video的时候 你可以收到最新的notification 谢谢收看